记者周敏洪桃园报道,新竹献森姓少年说10月31日跟母亲吵架后逃学外出,当晚6点多被桃园市上湖派出所警员李俊悦发现时,他几乎饿得走不动,李俊悦赶忙将少年带回派出所吃泡面纸机,并通知家人前来带他返家,少年看到母亲前来激动落泪的直说,妈对不起,我以后不敢了。 警方说就读国中的14岁曾姓少年,自称因课业压力太大,昨上午出门前又跟母亲吵了一架,中午静溜出学校,漫无目的地四处乱走。 学校师长与曾姓少年家人急着四处寻找,还报警斜巡,警方直到晚间6点多,才在桃园市阳梅区高铁南路发现蹲在路旁的曾姓少年李俊悦说,少年没吃午餐,当时几乎饿得走不动了,他赶忙将少年带回派出所,让他吃泡面纸机。 曾姓母赶来,少年激动的哭泣不止,直向妈妈道歉,警方也协助在一旁开导,苦劝少年要多体谅母亲的辛苦,找到适当方法书解读书的压力。 母子两才破涕微笑,开心返家。